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路过影视区的动画区UP主斯巴拉西 上期试水的解说视频发布后 没到一天点赞就惯了 在此先多谢各位小伙伴们啦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兑现承诺继续解说 韩国犯罪悬疑电视剧无人知晓的后续剧情 上次讲到牧师当场坠楼身亡 经过在现场的勘察 车总发现一个奇怪之处 与第八起圣痕案一样 受害者的手机不一而非了 通过技术人员的查询得知 受害者名叫任锡进 现今没有家人 徐上元生前曾说 这段时间在接受一个巨大的考验 所以惩罚了他 根据这个因果关系 车总猜测两人应该在之前就已经认识 于是第二天上午 车总带着照片找到了新生命教会的事务总长 并从他这里得知了任锡进的联系电话 可惜的是电话处于关机状态 车总向他询问死者与徐上元的关系 起初老游子还拒绝透露 但在下午见过两个人的尸体后 他才交代了进一步的消息 这两人都是已经去世的教会创办人 全牧师的好友 从任锡进的人事资料可以得知 他生前曾在信圣财团 新生命雇儿院 以及新生命福音研究所工作过 其中信圣财团由新生命教会所经营 财团其家还有一所叫做信圣中学的产业 也就是阿浩再读到那个学校 当车总询问起徐上元离职的时间时 这个老游子却再次打起了马慧尔 而在中午的时候 他曾经来过信圣中学 向信圣财团的理事长依西谢 报告过这一系列的事情 据此我们得知 任锡进生前是教会的实际老大 并且伊里士和他一直存在着意见不合的情况 因此本次事件中最大的受益者便是他 第二天 车总语助手来到了任锡进的家里 经助手的调查 死者的手机信号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 就是在徐上元的家里 关于手机的消失 助手给出了三种可能性 第一 徐上元直接从家里把手机丢到了外面 第二 徐上元离开家后再把手机丢掉 第三 在现场还有第三个人拿走了手机 从办公室的下属一刑警 说出了第四个可能性 手机是被当时在现场的车总拿走了 对于这位同志的严谨与机敏 以及敢于拨嘴怀疑上司的行为 车总表示了赞赏 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转到高恩浩身上 阿浩是个老实八交且善良的孩子 比如他会劝自己从小的好友 向老师自首考试作弊这种事情 也因为过分善良 经常遭到同学的欺负 甚至还在私底下 向学校里的混混周冬明交保护费 即便班主任发现情况多次找到谈话 他却表示也无所谓 甚至帮忙隐瞒了周冬明向他要钱的事实 上次说过 善良的阿浩曾经救过一个心脏病突发的老人 学校还因此为他举行了表彰大会 而老人在医院里的时候 曾将一本他试作生命的新生命 教会福音书交给过阿浩 回到家里出于好奇心 他查看了福音书中的内容 之后他便躺在床上陷入了沉死 这时他的妈妈带着大叔男友回到了家 大叔临走之前问他 东西还拿着吧 晚上阿浩收到了冬明发来的短信 似乎是向他索取的什么东西 随后他拿出了一个鞋盒 而在鞋子里面竟然藏着 藏着一笔数额巨大的钱 似乎是出于不安 他把这笔钱藏到了楼上车总的家中 一天在放学途中 一个飞车贼抢走了阿浩的书包 回到家中后 他发现自己的房间明显被人翻动过 幸亏由于昨晚的行动 这笔巨款并未实现 晚上他与车总见了面 似乎是要把一切的秘密告诉他 然而就在这时 研究员给车总打来了电话 在六亿天使的玩偶上 发现了徐上元的DNA 也就是说当时第一起 肾横案受害者妹妹 曾经见到的那个男人 的确是徐上元 而令人意外的是 在案发现场那张贺卡上 并没有找到徐上元的DNA 对于一星铺在工作上的车总 一向把他当成妈的阿浩 感受到了冷落 因此话到嘴边又噎了下去 敷衍了几句后 便伤心的离开了警局 回到家后 他将那笔巨款装到了新书包里 并且在第二天把他带到了学校 当晚在一家名为千禧年酒店的 十层楼顶 他站到了俯首边缘 一番犹豫之后 他跳了下去 阿浩为何要刺杀 在这短短的一天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及他嘴角的伤痕 究竟从何而来 在时间点回到早上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本局的男主角李善于 善于是姓胜财团的 前理事长的儿子 以及现任财团理事长 依西谢的小舅子 同时也是阿浩的班主任 啊没错 这个世界就是那么小 虽然他的身份非凡 但对于学校 以及财团之间的权力斗争 他一直没有什么兴趣 是一个纯粹 且十分爱护学生的老师 这天一大清早来到学校的时候 他便看见了背着包的阿浩 想到他可能没吃饭 于是便买了一瓶饮料去找他 最终在天台 看见了他把鞋盒 交给混混东明的一幕 虽然善于勒令东明打开了鞋盒 但却并未深究其中的原因 上课前 阿浩那位考试作弊的好友 何敏诚 邀请他放学后见个面 不知道情况 他前去应约 却在一栋废弃的小楼里面 遭到了一个成年人的殴打 施暴的这个人 是何敏诚的熟人 崔斯基 原来敏诚曾经告诉他 如果自己不像老师 自首作弊的事情 那么阿浩就会告发自己 因此他受益崔斯基 要给他一点教训 这便是他跳楼时 嘴角上伤痕的由来 但对于从小生活在这种家庭 却还能保持良好品质的他来说 这次的校园暴力 便是使他想不开跳楼的原因吗 那这笔巨款的来源是呢 又是谁盯上了他 以及他在福音书上 究竟看到了什么 这一切的答案还未知晓 要下结论 显然还为时尚早 幸亏是好人有好报 阿浩在跳楼之后 正好落到了一辆车上 酒店的前台 立刻拨打了急救电话 在听到广播后 曾在表彰大会上 见过他的 韩生命财团理事 同时也是酒店老板的白尚浩 立刻催促急救人员 赶往了医院 得知了消息的班主任善语 也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 没想到的是 这俩也是老熟人 看来这个世界依旧那么小呀 外星的是 经过医生的权力抢救 阿浩的伤情稳定了下来 但由于电话联系不上 他整天鬼混的母亲 善语决定亲自去一趟他家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点 再回到他跳楼前的那个下午 当时车总正在房间 整理资料的时候 接到了阿浩打来的电话 然而电话里 并没有传来任何声音 回国了几次后 也无人接听 这时候助手来了电话 根据他的审理 徐上元在1988年 到2000年任职的12点中 一共举办过64场 全国巡回的教会活动 而其中8场举办的场地与时间 正好与那8起肾痕返 连环杀人完美契合 一旁的刑警还提供了一份 受害者任期镜的通话记录 上面显示 就在最近死者与 姓胜财团理事长 依西谢通话十分频繁 于是当晚车总 便开始调查姓胜中学的资料 这时他恰巧看到了 阿浩在表彰大会上的合影 想到此处 他再次拨打了他的电话 却依旧无人接听 随后他受到黄系长的邀请 两人在外面的小店里 对案件展开了讨论 徐上元曾经说 再次犯案是为了惩罚认识性 然而为何在他的身上 也留下了作为复活标记的肾痕呢 前8个受害者中 为什么只有秀金 没有复活的资格呢 此时这位脑子灵光的一行警 给出了自己的猜想 第一第9起案件的凶手 并非徐上元 而是徐上元的共犯或者模仿犯 第二说秀金没有复活资格 并非指秀金本身有问题 而是徐上元认为 只有自己亲手杀的人 才有复活的资格 换而言之 第8起案件的凶手 也并非是徐上元 车总补充 徐上元知道19年前的通话内容 因此可以排除模仿犯的可能性 如果假设成立 那么受害者手机不翼而非 等各种疑点便可以解释得通顺了 回到警局后 车总躺在沙发上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境让他联想到了 阿浩所打来的电话 凭第6感 车总突然感觉到事情不太对听 于是他立刻赶回了家 正巧遇到了班主任李善宇 由于之前善宇曾在街上见到过他们 因此将他误认为了阿浩的妈 并将跳楼的事情告诉了车总 可以说编剧的这首安排十分高明 因为阿浩的自杀 车总必将会介入调查 本来几乎没有关联的两条故事线 随着剧中人物的相遇 自此也终于交汇到了一起 两人来到医院后 发现那个在外鬼婚的母亲 也终于到了病房 车总上前查看阿浩的时候 敏锐地察觉到了他嘴角的伤口 进而又发现了他身上的淤青 此时管辖所的警官们 带来了事发现场的包 善宇查看了其中的东西后 确定了这就是阿浩早上带来的那个包 但当警方问起 有没有发生校园欺凌的时候 善宇却自欺欺人地回答 没由 也许是因为愧疚 再加上那天他在学校天台 看见了事情 第二天他联系上了混混周东明 并把跳楼的事情告诉了他 令人意外的是 东明却表现得十分关切 并想要知道阿浩现在在哪个医院 而当老师提出出这地方是酒楼的时候 东明直接说出了千禧年酒店 善宇自然是一脸懵逼 想要追问他为什么知道 最后在两人的一阵推丧中 东明逃离了教室 失去线索的善宇来到了红市书店 根据他昨天在书包里看到的发票 发现阿浩在跳楼的那天下午 曾在这个书店买过一本书 他请求书店老板能够提供监控录像 却被老板拒绝了 然而却在此时车总也同样来到了这个书店 查看了监控录像后 可以看见阿浩在离开书店后去了右边 在善宇的恳求下 车总默许了他与自己一同调查 最终他们来到了一栋废弃的楼房面前 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 车上的行车记录仪并没有打开 车总拨通了车里所留的电话号码 此时废弃的楼中传来了电话铃声 于是二人上了楼 推开了虚眼的房门 眼前的一幕让善宇惊恐的后退了几步 一具脸色铁青的男士赫然悬吊在了房间中央 而那人正是之前殴打过阿浩的司机 这人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如果是他杀那凶手又是谁 旧的谜题还未解开 新的谜题却接踵而来 看来在这一切的背后 一股无人知晓的暗流正汹涌而来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这剧一集一个多钟头 看得真是我头都大了 但是视频看完了 相信大家也发现了 视频中的人物关系非常的复杂 因为篇幅原因 甚至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能够细讲 另外我发现作为一部悬疑剧 一边追剧一边解说的方式 容易漏掉一些细节 因此我可能会等它完结之后 再继续填坑 如果憋不住的小伙伴呢 也不妨自行前去追剧 希望它不要像大多数韩剧一样 高开低走最后烂尾吧 那么我们下期吐槽视频再见了 拜拜